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悉尼北岸地产中间Max 欢迎收看本期的Max Time去看房 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来到 离Chassu最近的水井豪区Castle Cove 带大家参观这套64号Neeran Road Castle Cove Castle Cove得名于其地标性建筑 In his fallen城堡 该城堡是Henry Willis家族 坐落于1904年的哥德士风格 位于14号Cherry Place Kastle Cove 该城堡曾经于2020年上市过 当时要价超过3500万澳币 Kastle Cove是下北的一颗隐藏的宝藏 半岛三面黄水 距离悉尼北岸著名的华人富人区Castle Cove 仅7分钟车程 Kastle Cove自然环境优美 风景离人 区内有多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然保护区和公园 HD Rock Reserve Explosive Reserve Rick's Park 等等 不仅如此 Roseville Marina 码头也尽在支持 方便停泊游艇以及出海 1904 Nibirn Road Castle Cove 位于Castle Cove的冰水大道Nibirn Road 北下面水是当地最好的街道之一 今年3月份 国内的一队明星夫妇就刚刚出售了他们在Nibirn Road上的业树装营 价格超过2200万欧米 这里步行可搭咖啡店、商店、车站、还有一个酒栋的高尔夫球场 1904 Nibirn Road Castle Cove 天幕下的城市灯火辉煌 连任大雨 让我想到了夜郎莫听风吹雨 阳城美景入梦来 64 Nibirn Road Castle Cove 客厅与餐厅朝北 全天沐浴在充沛的阳光下 全天活动区北下 不光有开阔的视野 还有充足的阳光 主卧配有窃路式通顶的衣柜 和独立控制的空调 重新装修的卫生间 简约而现代 楼上的三间次卧 具有极佳的采光和宽敞的空间 确保每个家庭成员 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休息空间 楼下的卧室也配有卫生间 可根据需求 设置为青少年的独立起居空间 书房或客人房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参观了64号 Nirror Castle Cove 每周六周三 一点到一点半开放 我和我的同事Gran Bolling 恭候您的光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